直播 11月18日 近日纳布勒斯旧将 荷兰中厂德古斯曼 在接受祖国媒体采访时表示 纳布勒斯高层曾为逼迫他转会离对而动手大人 德古斯曼表示 2015年3月 我肚子有腹肠的感觉 很痛哭 所以我寻求纳布勒斯首席对伊德尼克拉的帮助 为此我结识并被告知需要休息 但痛感并未就此消失 贝尼特斯时任纳布勒斯主帅 建议我换个医生看看 但纳布勒斯高层不允许 纳布勒斯高层不相信我受伤了 我可以走路和奔跑 但无法变向和射门 他们以为我已经痊愈了 但我的身体告诉我 我确实病了 转眼到8月份 德古斯曼被送到米兰一家酒店 在那里和纳布勒斯体育总监 军托利协商转会事宜 当时银超的伯恩·茅斯和桑德兰都为德古斯们送上了爆炸 军托利真的很生气 他的助手告诉我 如果我不再转会协议上签字 我的职业生涯将在纳布勒斯终结 我不会再得到上场比赛的机会 将局维持了一整天 直到军托利不得不离开去处理其他交易 在飞回荷兰和经纪人协商后 德古斯们决定留在纳布勒斯前恢复伤势 当九月一日德古斯拉返回纳布勒斯的训练场时 军托利大怒 当时在更衣室 军托利卖我是一坨石 他谴责我已答应一对却又没做到 他突然用手打了我的脸 然后我也怒了 我们开始打架 一次被撞倒在 的队友苏尼加将我们分开 劝我还是回家收拾东西吧 当我离开的时候 我碰到了德里克拉 我对他说 你究竟做了什么 就是因为你 我病一直没好 隔天体文教练告诉我 我只能单独在训练场进行跑步训练 我试图打电话给主席德劳伦蒂斯 但没有回音 德劳的儿子之前和我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他告诉我 如果你不打算去任何地方 就留在这 那你如我们儿眼已经死了 没有队友帮助我 他们不敢这么做 不然俱乐部会批评他们 我想自己换个地方训练 但又不知道去哪里 每个人都知道我是纳布勒斯的球员 六个月后 德股兹们被一位丹纳医生长断 除患有运动型杀气 在2016年1月被外租到卡尔皮后 纳布勒斯允许他在慕尼海进行手术 2016到173季又被租戒指切握 期间德股兹们拒绝了亚洲球队的高额标军 然后上赛季转回至法兰克福 在纳布勒斯的日子是黑暗的一天 我想通过这次采访 把这个包袱彻底放下 我非常喜欢足球这项运动 不然我也无法在28岁的黄金年龄 一个人在训练场跑步达六个月 在纳布勒斯典里面 在纳布勒斯典里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